好 主观众 通话面可以看到这一名被远警压制在地的男子 但第一时间问他有没有毒品 竟然还想找遍 甚至不愿意配合警方问话 想要趁机落跑 原来他就是之前被踢爆的假面慈善家陈寨斌遭判刑三年没到案 现在竟然还找人一起窝在汽车旅馆开毒趴 行径十分嚣张 而这回新竹警方执行扩大林险就发现男子鬼鬼祟祟的立刻压制比罪身份 发现他就是陈寨斌 其实他多次利用弱势家庭的悲惨遭遇 打着对外是打着台湾刑难救助协会理事长的名义来对外募款 2019年的时候帮一名少年募得了600多万 结果他竟然倾存了307万 后世也被法官因业务侵占来判刑三年 并没收不法所得300多万 另外他甚至还被举控性侵酒店妹 现在也通通被警方罚办了 而现在这回呢 因为渡窝藏赛 汽车旅馆也被警方移送归案 以上是我们讲到的更新情形 下次见镜头这款棚内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